三家分禁的罪魁祸首竟是一代霸主晋文公 为了和兄弟们有福同享 晋文公特赦六亲共掌晋国 却不想竟渐渐地腐蚀掉晋国后世国军的权力 以至于最后沦落到和周天子一样的处境 失去国军制约的清大夫们 彼此蒸发内耗严重 经过长达八年的内乱 制兆韩魏四家清大夫 联手灭掉了范氏和中杭氏两大家族 我范氏世代倾向 你假传君命诸我春家 早晚有一天你也难逃生死足灭之火 结束了晋国六亲当政的局面 使得晋国的石权和地盘 几乎全部落到了四家手里 啥都没分刀的晋国国君空欢喜一场 向齐国和鲁国求援 请两国派兵讨伐四清 结果惹恼了四清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先发制人攻打国君 国君惊恐之下逃往齐国 没多久就死在了半道上 这下好了 智氏家族的领头羊智伯 干脆扶持了新的晋国国君 从此独发晋国国政 并把原来三家共分 范氏中杭氏的土地 强情据为己有 直接成为四清之中实力最强的 赵薇涵三家敢怒不敢言 为了验证自己的微信 智伯以追杀范氏的门客 武士欲让为借口 邀请赵薇涵三家共同发病 我就要看看 我智伯的一件小事 在韩赵薇三家倾向那里 是不是一件大事 三家不敢怠慢 欣然应允 智伯见自己的一件小事 都被三家当成大事来办 心中毫不惬意 他开始得寸进尺 一日和三家大夫吃饭的时候 智伯假装喝大了 用酒撒了赵氏宗主赵湘子一脸 赵湘子的随从们 都很愤怒想杀了智伯 赵湘子却端起酒杯 又撒了自己一头 他的窝囊行为 助长了智伯的野心 麻痹了智伯的戒心 智伯开始极度膨胀 当时正处在春秋末期 越国灭亡吴国之后 勾建率军北上举行诸侯会盟 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而传统霸主进国 因为清大夫相互争权内耗 无力对外争凶 丧失百年霸主之位 这对于晋国而言 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雄心勃勃的智伯 决定重振晋国的雄风 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逐渐的吞掉赵卫寒 于是以奉军命讨伐越国 恢复晋国霸主地位为名 要求赵卫寒三家联合出兵 特请三位倾向 各献出百里封地 各位以为如何呀 智伯打的什么算盘 韩康子和魏桓子 岂能不知 可不答应行吗 脸没有人家大 拳头也没人家硬 硬扛着又挨揍的份 可若是答应了 还不等于活活割肉 那滋味同样不好受 反复电量之后 他们决定缓上一缓 先假装答应智伯 静观其他人的反应 果然 轮到赵湘子的时候 直接把智伯给顶了回去 赵氏领地 乃先祖所传 无需其敢随意放弃 请大人 恕无需不敬之罪 智伯万万想不到 这个他瞧不上的窝囊费 这会儿竟然如此硬气 他又惊又气 绝不能助长这种 敢于反抗自己的风气 不久以后 他就约上韩卫两家 一起讨伐赵氏 并许诺战后 平分赵氏涂地 赵湘子这边 自知闯了大祸 连夜带人撤回封地晋阳 因父亲生前嘱咐他 万一赵氏一族遇到危机 务必要撤到晋阳 当时他不明白原因 如今到了晋阳以后 才体会父亲的良苦用心 由于父亲赵贱子 多年来的苦心经营 使得晋阳成高强身 百姓富足 这样一来 即使是智涵卫三家联手 也奈何我晋阳不得啊 赵湘子又在这个基础上 大量释放奴隶 赐给他们土地 让他们成为正式的百姓 但就这破天荒的创局 就使得封地的人口 和收成大幅度增加 成千上万的奴隶 感激赵湘子的恩德 自愿跑来替他守晋阳 如此一来晋阳成 更是铜墙铁壁一半 智博和韩伟三家 联手攻打三年 都未能突破晋阳的防御 就在智博一筹莫展时 以此猎行巡视战地的机会 让他发现了一个重大破绽 晋阳成虽然固若金汤 可他地势较低 而他周边的坟水 地势要比他高筑不少 打了一辈子仗的智博 第一次感受到 谁也能作为战斗武器 他连夜派军队驻守坟水堤坝 命令士兵挖土 将坟水导向晋阳成 晋阳成一夜之间 变成汪洋泽国 然而 就在智博得意洋洋 准备见证赵氏一族 救子灭亡的时候 大水突然咽向他的答应 原来赵湘子早在绝境之中 派人去游说寒卫两家 说是魏的地势比晋阳还低 晋国之地河流众多 既然智博今日可以水淹晋阳 明日也可以水淹 寒卫两家的领地 不如我们一起联手 灭掉智博瓜分其地 寒卫两家本来就是 出于对智博的畏惧 不得已才发兵公照 听赵氏门人讲 唇王齿寒 心中就更加的恐惧了 出于害怕的心理 转而和赵湘子达成协议 派人掘开了堤坝 把原本咽向静阳的水 引向智博的大营 当智博的军队都忙于救水师 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军队 又突然从背后发难 袭击了智博的军队 赵军又突破成为三面夹击 智博主力损失殆尽 一手好牌打了个稀巴烂 害得自己也死于赵湘子面前 智博死后 他的土地被赵伟涵三家瓜分 不久以后 三家又夺走了 国军手里仅有的土地 三家分进之势形成 不可逆转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